2019年11月,小鱼做了龙鼻手术,说是手术做失败了,原因在于主刀医生那天不在状态。 小鱼出示了数前自拍照,说是对鼻子不满意,想做成类似这位网红的小直鼻。 去年11月23号,他花了4万多块钱,在杭州萧山的千亿医疗美容旗舰店做了肋软骨龙鼻。 医院里都管主刀医生叫孙教授,小鱼说孙教授把小直鼻做成了樱钩鼻,而且这一点还不是他最难接受的。 院方出示了小鱼的病例,凡是有小鱼签字的,上方都写着肋软骨龙鼻,只有一份费用申请单上写着甲体硅胶加耳软骨加肋软骨等,这上面没有小鱼的签字。 高总表示,具体原因还要问孙教授,但暂时联系不上,这个原因后面再详细说。 小鱼的鼻子出现问题后,院方在上个月6号又给他安排了修复手术,调整了鼻尖的软骨位置。 取了小鱼另一只耳朵上的软骨,小鱼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 小鱼事后从医院得知,孙教授当天因家里有事,不在状态,而出问题的顾客还不止小鱼一个人。 高总表示,孙教授是东北的,给小鱼做手术当天,刚得知母亲得了重病。 就是状态不好,就是昨天这个高总也说了,就说他那个月做毁了好几台手术,不止我一个人找他,四五台。 但是没有这么严重。 有做毁四五台手术吗? 因为这个事情,这女医院也有责任,已经做毁了这么多台手术。 可能出于她母亲生病啊,因为是个癌症的情况,所以说这个心情可能会,年龄也大了嘛,影响那个手术这个效果。 别的顾客是什么问题? 别的没啥没啥大问题,B型都挺好的。 他不说做毁四五台吗? 他说的毁可能是因为客户不太满意,但是没什么大问题,不需要修复。 高总表示,只有院领导能联系上孙教授,可等了半个多小时,还是没有孙教授的音讯。 小鱼认为,对方私自取耳软骨,再加上不在状态,还要硬撑着做手术,造成她的整形效果不佳, 要求全额退款。 最后,小鱼打算走司法途径解决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